波球的父亲是一位泰国职业泰拳手 在父亲的影响下 波球在很小的时候也喜欢上了泰拳 八岁起就开始了泰拳训练 十三岁便进入波帕姆俱乐部 接受正规的泰拳训练 一直在刻苦训练的波球 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在泰拳擂台上 崭露头角 至今为止波球获得了无数荣誉和头衔 其拳迷遍布世界各地 是当今泰拳界最有影响力的王牌人物 如今36岁高龄的泰拳王波球 仍旧宝刀未老 尤其最近在昆仑爵泰台上 更是大放光芒 先后又KO了荷兰泰拳王杜托 和非洲黑师爱曼 再次显示出了自己作为泰拳王 在世界拳团上无可撼动的王者地位 最近据多家媒体爆料 中国散打队队长江春鹏即将迎战波球 想杀杀泰拳王的飞风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持 延时20到40分钟 鼓慎壮阳延时就驳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江春鹏挺身而出 尽管输掉了比赛 但他强大的武者信念 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 泰拳王波球的级别是70公斤级 江春鹏目前是80公斤级 整整相差了20斤的差距 不过据透露 江春鹏最近降重非常顺利 已经接证70公斤级 和波球的比赛值日可